瑞穗乡救国团做足万全的防疫措施 在28号举办的新就任会长交接典礼上 各乡政分会的重要干部以及地方首长 也都到场来参加 在县团委会总干事曾希盛的建交下 新就任会长谢明忠黎俊林完成了交接 新任会长黎俊林表示 未来救国团的任务工作也会全力以赴的来做 无法难 共同建设好家伙 奉献力量 共同建三民主一心中华 要新年快日大地补偿 唱完了救国团团歌后 在县团委会总干事曾希盛的建交下 如至乡救国团新就任会长谢明忠 李俊林完成了应性交接 各乡政分会重要干部以及地方首长代表 也都到场请贺祝福 来配合跟协助 也希望在任会长的代理之下 我们内税局团团的会务 可以执政之上 然后把这个好的一个团体 然后连续下去 接下会长一直的宪明中感谢各界对他的支持与协助 并表示瑞瑟有别于其他分会会长多数为退休教制员担任 而是市农工商皆有 他也期盼地方各界继续支持瑞瑞救国团 我感觉每一个乡政好像都是校长 然后公布门退休的当会长 只是我们退税从好像十几年前都好像市农工商的当会长 所以我们经营的很累 下一届也是一样都是市农工商 再次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来到瑞瑞 新荣会长李俊玲十分感谢各乡政分会的重要干部 以及地方首长代表共享盛举到场亲贺 他也将全力以赴不不所托 我讲真的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接这个职位 也从来没有想到过会做到退场 因为从来都是老后知识 但是既然做了 我的名字就是既然要做就做 我不用说那么多 也感谢大家以为的会逼 而是救国团成立多年 在历任会长带领下不论是社会公益服务 终身学习教育体验的推动 乃至于休闲健康的促进 成果各界有目共睹 现在青年均也逐渐增加 现团婉会总干事争其胜 感到欣慰也特别勤勉 在新冠肺炎疫情延烧下 瑞水乡救国团新就任会长交集活动 除了万全的防疫措施 新任会长李俊玲也特别准备了在地农产 所出产的有机农产品包 作为纪念办手礼 希望增强大家的免疫力 抵抗病毒的侵袭 记得石玉兰瑞瑞采访报道